如果打印机无法取纸或禁纸, 那么即使禁纸盒中已放入纸张, 您仍可能收到纸张用完错误消息。 纸张质量较差或未正确放入, 会导致打印机无法取纸或禁纸。 提起出纸盒,然后滑出禁纸盒。 取出禁纸盒中的所有纸张。 检查禁纸盒内是否存在障碍物。 您可以使用手电筒来确保不存在任何障碍物。 检查您从纸盒中取出的纸张的情况。 从纸叠中取出所有弯曲、褶皱或撕碎的纸张。 确保纸叠中有10至25张普通白纸。 打印机可以存放更多张纸, 但10至25张是用于测试的最佳数目。 确保所有纸张的尺寸和类型相同, 然后在平面上轻敲纸叠,使其对齐。 将纸张完全放入禁纸盒。 向里滑动纸张宽度导板, 直至其紧贴纸张边缘。 不要将导板推得太紧, 以防纸张弯曲。 向里滑动禁纸盒, 直到其卡入到位, 然后放下出纸盒。 确认放入纸张的类型和尺寸, 然后轻触确定。 尝试打印。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 请继续进行下一步。 送纸轮上的灰尘和碎屑 可能导致禁纸出问题。 清理滚筒有助于解决和预防这些问题。 开始操作前, 请准备好以下清洁用品。 干净的无绒布、棉签, 以及蒸馏水或瓶装水。 蒸馏水或瓶装水比较好, 但不是必须的。 请勿使用酒精或其他化学清洁剂。 关闭打印机电源。 转到背面。 拔下电源线和其他所有电缆。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从电源上拔下。 请务必先拔下电源线, 再将手伸进打印机内部,以防受伤或触电。 将手伸进打印机电源线, 返回到正面。 打开墨盒检修门。 握住送纸道盖板的灰色把手, 将其向上抬起并向外拉。 取下送纸道盖板。 使用您的手指抬起翻转门。 用水沾湿棉签, 利用无绒布去除多余水分。 找到两个送纸轮, 然后使用棉签清洁去除所有积沉和碎屑。 当清洁完滚筒的一部分后, 旋转滚筒,以便清洁整个滚筒。 放下翻转门, 放下翻转门, 用水沾湿布, 凝掉多余的水分。 找到双滚筒, 使用无绒布清洁, 去除所有积沉和碎屑。 当清洁完滚筒的一部分后, 旋转滚筒,以便清洁整个滚筒。 让滚筒干燥十分钟。 重新插入送纸道盖板, 直至其卡入到位。 关闭墨盒检修门。 转到背面。 重新将电源线插入电源。 HP建议您使用墙上插座, 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重新连接至打印机, 然后重新连接其他 所有之前连接的电缆。 返回到正面。 启动打印机。 再次尝试打印文档。 如果打印机仍然显示错误消息, 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重置打印机可以清除 虚假和真实的错误消息。 转到背面。 在打印机已启动的情况下, 拔下电源线和其他所有电缆。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从电源上拔下。 至少等待60秒钟。 重新将电源线插入电源。 HP建议您使用墙上插座, 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重新连接至打印机, 然后重新连接其他所有电缆。 返回到正面。 打印机应当自动开启。 如果打印机没有启动, 请按电源按钮。 再次尝试打印文档。 如果打印机仍然显示错误消息, 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您已完成以上所有步骤, 但仍然存在问题, 则可能需要维修打印机。 您的维修服务选项 可能依据您持有打印机的年限, 以及您所居住的国家或地区 而有所不同。 请联系HP 了解打印机的支持选项。